剛剛講到的那個部分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第一個公式的話是Row Current加Row 然後再把Current加Row的這個規則 把它放到那個Index裡面 記得Index因為會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固定的範圍 最後一個是固定也是一欄 因為只一欄 再來的話把中間這個列 改成剛剛的那個規則就OK了 所以其實這個蠻常會用到的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你的資料 假如是那個數字需要的 像一個表格一樣 12345678這樣的話 其實你可能就是要懂得如何利用Current跟Row 去得到你要的那個規則 OK 第一個就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 我們需要怎麼樣 我們需要把那個前面的這個 冒號以前的東西把它去掉 可是要怎麼樣 剛好把這個冒號以前的資料去掉比較快 當然方法很多 你可以用那個replace函數 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mid 不過後來發現mid最簡單 怎麼說呢 因為呢 mid的話是從第幾個字 剛好上面這個欄位名稱的長度 跟前面這個幾個字 長度是一樣的 所以我只要怎麼樣 再加上後面冒號的下一個 所以加2就可以了 它的長度加2 然後呢 取這個後面的資料 那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結果 其實後來我試過用mid是最快的 mid 這個的長度有沒有 加兩個字 後面的字全要 那就得到我要的 這個的長度 下一個的下一個 兩個字 然後取這些 OK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一樣把這個公式減下 插入這個mid的函數 mid的mid 最近剛好有使用過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 貼到text裡面 就這一串 那我要從 那我要從 第幾個字呢 我要從 這個路值時間的長度 所以加一個len 刮弧 然後這個 然後刮弧一下 加上2就對了 因為冒號的下一個 所以兩個字 然後要幾個字呢 其實因為後面全要 所以你就輸入99 那這個99比較取巧 因為只要你大於那個 這個字數啦 你輸入9應該也可以吧 好像最多不會 應該最多10個字 那所以呢 一定要超過那個字數 所以我們比較保險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它只留下 冒號以後的東西 那向右 向右OK 但是向下的話 那就不OK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將來呢 指向的是什麼 指向的是這個儲存格 D1 向右 這個前面的欄不能鎖 但是向下的話呢 列一定是固定第一列 所以記得 把那個 E前面加個淺的符號 如果沒加 那就一定出錯 所以按確定 加個淺的 D1 前面加個淺的話 向右 向下 OK 那這樣應該理論上OK 然後再把 D1 EFG 全選 藍 然後快點兩下 在中間任何一條線上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就完成了 我們要的結果了 但是你會發現 總共用了幾個函數呢 1 2 3 4 5個函數 OK 而且喔 這還是想到 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呢 也不是說只有 這幾個函數可以辦得到啦 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只是說 這應該是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那如果說 今天假如說 我不想用那個函數加VBA 函數的話 我想用VBA來寫 那怎麼寫 這邊的話請你把它複製工作表 這邊改VBA 那如果用VBA來寫 會不會比較簡單呢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吧 OK 怎麼樣可以把這個資料 放到這邊來 切割一個一個一個的去 把要的這個 把它跑出來 來 這個畫面呢 我再還給各位一下 用那個MID 加上 剛剛是MID 加上那個LEN 然後面的話 比較取巧的是用那個99 好 好 謝謝